今年6月27日凌晨 首都机场上演了奇怪的一幕 数十名网友和媒体记者拿着摄像器材 老早就来到了机场 凌晨一点半左右 一个二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出现了 哎呦 她们立刻蜂拥而上 把镜头和话筒都对准了她 这次的事件你知道吗 对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世界 就有没有对你可以说到这种影像 女孩似乎不大愿意搭理这些守候者 急匆匆人就离开了机场 可谁曾想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她出机场的那个视频 哎呦 就被网友传到了网上了 并被迅速的传播开来 更有甚者 几个小时之后 女孩当天的行踪被网友扒了个点亮 你像什么这个坐头等舱来的 把名牌包啊 悄悄放进塑料袋里了 包括装低调 放弃了名车 选了辆捷达 离开了机场 回到豪华别墅 要是这些人也真是的 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你打听一个女孩行踪 你想干啥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女孩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她感兴趣呢 还死缠烂打 要想弄明白这个呀 咱呢 还得把这日历啊 翻回到2011年6月20日 6月20日 一个微博名叫 郭美美baby的女孩 一下子活了起来 为啥啊 因为她的微博发言 太吸引眼球了 太让人羡慕了 甚至让人嫉妒了 你看那张照片没 啊 那是一辆白色 马沙当铃跑车 驾驶舱门敞开着 这个叫郭美美的女孩 戴着墨镜 依靠在车身左侧 拿左手插在裤兜里 右手放在白色 跑车的车头 而女孩自个儿说了 自己刚刚过完 20岁的生日 这辆车是别人送俺的生日礼物 天哪 马沙拉蒂啊 那什么概念 世界顶级跑车中的王后 售价大约在219万 这也太杂人了吧 一个20岁的小姑娘 就过个生日 得到的旅物居然是辆 价值200多万的顶级跑车 别说同龄人 看了所有人都看啥了 说老实话 包括我 可让大伙惊讶的 还在后头呢 看见那张照片没有 满满衣柜子的包啊 就这些包啊 您随便挑一个 价钱都在5万以上啊 这满满衣柜子的包 有人估算过 价值大概在200多万 再往下看 大伙更加羡慕加嫉妒 这并不是他财产的全部 这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么算下来 您说他这身价得多少啊 我觉得至少是几千万吧 MING PAO CANADA dima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